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H龙 大概有一周没有更新视频了 主要是因为我的显卡坏了,现在正反厂维修 所以说我AEPR之类的完全使用不了 能用的话也是非常卡,卡得你要死 所以说也就简单的PS可以用一下 但是我PS又不擅长 然后今天我就研究了一下OBS OBS的话还是可以使用的 今天我就说一下我现在这个头像框是怎么弄吧 就像我现在这样,然后弄一个立方体这种块 或者是弄一个圆形的这种直播框是怎么弄 其实很简单,就是还是用滤镜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切换到桌面 现在就是,这个不是咱们视频部做设备 然后右键有个滤镜 在滤镜上面添加第一个图像研码混合 添加这个滤镜就可以 然后这就是我添加的滤镜 然后选择一张图片 看见没 图片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黑背景 然后是你要显示的框 你直接画一个菱形 水滴或者是这种圈轴 轴形或者画一个圆形 大部分人们都是用的那种圆形的图像 你像我选这个 它就变成这样了 它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右键滤镜 点一下 研码混合 再选择一下卷轴 它就变成这样了 其实这个效果很简单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只要画一个黑背景的 黑背景的这种形状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还是滤镜 还是研码混合 我用的这个是颜色通道 还可以用这个α通道 α通道的话就是 你画一个其他颜色 在PS里边画一个其他颜色的 就是这种立方体 除了这个立方体是有颜色的之外 然后其他的都是透明通道的 这个要保存成PNG图像 在PS因为我没有显卡 我也就不演示PS了 然后我就演示一下 在PPT怎么快速制作吧 打开PPT 点插入形状 直接画一个 直接画一个这种 插入 画一个这种矩形 要画的和这个合成大小一样大 然后点击格式 随便点这地方的这个大小的这个 右键头 它就出来了 点下一个油气筒 也就是颜色 咱们要黑色 点击黑色 然后线条 无线条 这就建立了一个黑背景 再点击插入 形状 圆形吧 刚才没有弄圆形 按住shift就是圆形 圆形位置你大概调到中间偏上一点的就可以 然后这个圆形的颜色要改成白色 这个线条不要线条 点击这儿 然后圆形颜色改成白色 然后 入键另存为桌面 然后 这个就是黑白颜色的话 它就是颜色通道 就不需要PNG了 它不带透明通道 你要是在PS里边制作的话 带那个透明通道的话 你就必须选择PNG格式的 这个随便选 多PG就可以 然后保存 3 保存紧张 那边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咱们 在右键 滤镜 选拟这儿 选择 他们刚才保存的 3 这就好了 这就出现这个圆形的 切换过这边也是 立方体的这个是怎么制作的 立方体的这个很简单 立方体的这个 在PPT里边 是不是 也是插入 你画好黑背景以后 点击插入 然后形状 那有一个立方体 你直接画一个立方体就行 画立方体的话 注意的是这一个 线条 这个立方体的线条 选择黑色 然后宽度 你选择宽一点 10磅 10磅以上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 立方体的这个形状 我再切换一下 滤金 浏览 立方体 这个是我之前已经制作好了 这么就出现了 好了 今天就说一下简单的这个怎么制作 好多人比较好奇 我看到有的人还收费弄这个 其实这么简单 大家自己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点赞关注 什么乱七八糟呢 三连 我也不知道三连是什么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吧 等我显卡好了 然后我再把那些 该做的AE教程发上来 今天我想的提前录制一下 然后显卡好了以后再剪辑 但是我发现压根不能使用 录制就要使用这个软件 压根现在软件就不能使用 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